這座豬港澳大橋年底要開通 沒有想到明明看起來是好事 居然勾出了香港人心裡 深層的憂慮 你是在怕什麼 沒錯 我們國內在拚前瞻經濟的話 現在中國大會在拚 港豬澳大橋 在今年底給它完工 就像你知道嗎 這座橋的話是連接香港 還有這個豬海 澳門 一個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目前的 豬港澳經濟特區的一個大灣區 重要的一座橋 你知道這座橋長有55公里之多 它是史上技術最複雜 因為它有路上的橋樑 還有海底的隧道 還有人工島等等 3D的 非常非常複雜 你知道它環保要求 技術也含量都非常非常高 你知道嗎 它這個建的這個數字 用120年都可以用 你知道它可以呈 大概18級的陣風 然後8級以上的地震都不會壞 你知道它用的鋼的數量 相當於60座艾菲爾鐵塔 你知道它最重要的經濟規模是說 因為我們以前到豬海 從豬海開車到香港 要三點八斤 現在半個小時 就可以從豬海到香港 所以這個港豬澳的生活圈 就一日生活圈就馬上就形成了 這實在應該好好按一個讚 就是誠如當時在回歸的時候 來自北京的觀點說 這個是內地送給香港的一份大禮 香港人不是這樣想的 對 當然不是這樣想 現在香港人先擔心什麼 這一座橋到底能不能夠用 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事實上經過這個人 有人就去把它檢驗 它裡面的這些所謂的 混凝土跟鋼料的話 就發現了說 它裡面用的 好像混凝土跟鋼料 有不合格的狀況發生 這件事情 在整個祖港澳 大橋興建的過程中間 鬧得沸沸揚揚揚 那在鬧得沸沸揚揚揚的時候 大家現在都怕說 我這個橋上去的話 會不會變成是我去開奈河橋 這個太可怕了 而且你看 這整座是一個在海面上 浮在海面上的巨龍 你如果說連報告都能造假 那是人命關天 通通檢驗那還得了 這次央視就不一樣 央視就說拜託你 那講的都是不確實 我做實驗給你看 央視還罕見的就是說 我派車子出來去撞這個橋 你說這個橋墩有問題對不對 你這個有問題對不對 我馬上就撞給你看 你看我就派出車子 撞出了火花 撞給你看 撞多我們這些 我們用的這些同等規格的產品的話 你看撞下去有什麼問題嗎 忽然可以試撞 又一台又撞下來 他不只有撞一台 對 很多台不斷的撞 你說藍杆有問題 我就撞藍杆給你看 你說我的鋼筋有問題 我就撞鋼筋給你看 他就實際給你 人工實際給你測試下去 給你看 怎麼會用這麼原始的方法 去證明我的結構沒有問題 因為這是來自於香港居民 他們為什麼擔心這座橋 不要走著走著把它變奈何橋 他心裡對這個橋的工程安全 是不信任的 那央視就花了這麼大陣仗 去跟你說這個實在是有問題 不錯的 那你看 那你以為說這樣問題就解決 沒有 現在還有兩個問題被踢出來 一個就是說什麼 人工島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珠港澳大橋的這個大橋裡面 你看它有很多是在這個 海面上的人工島 這就是人工堆出來一個島 但現在沒有發現到說 它會出現飄移的這個狀況 拜託 你看 這個島會出現飄移 這很嚴重 橋到底會怎麼樣 大家不知道這個狀況 那還不只是這樣 現在還有人工島 人工島上面有一個旅檢大樓 就變成怎麼樣 因為我們知道前一陣子 租港澳這個地區剛好也是下暴雨 跟台灣一樣 好可怕 這個畫面就是你講的嗎 這個旅客的檢驗大樓 居然出現一個 你看下大雨之後外面淹水 裡面更是淹大水 這講起來讓人家開心不起來 水舞間不用花錢直接眼前 就表演給你看 我們不用去酒店看 直接在這個地方看水舞間 你可以看到這些畫面的話 這香港的居民就說我怕得要死 我都很怕說完工了之後 我到底能不能夠上到那座大橋上面 但是你講到的這個都是工程 眼睛看得到 心裡的那個憂慮 我們回到香港人一天的日常 是 沒錯 他們在怕什麼 沒錯 事實上香港人 都現在很擔心說 這座橋會不會變成是一個 捆住香港的一座大橋 就像你知道嗎 事實上我們要講一個故事 就是事實上40年前的時候 習近平的爸爸習仲勳 在主持廣東的市政的時候 你知道香港的深圳經濟特區 就是他創出來的 他為什麼要去創這個深圳特區 因為他發現到 當時的廣東人民 都不斷的逃往香港 你知道他去看收容所裡面 很多老農民都被人家捆起來 為什麼 捆起來他說 你為什麼被捆起來 他說因為我要偷渡 你知道他嘴巴裡面 都含有一張紙 他說那你這一張紙是什麼 把你拿出來看 抽出來一看 抽出來一看的話 他看得都快要流眼淚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圖就是說 他怎麼樣從這個地方 跑到香港的一個 這個所謂偷渡的路線 就是一個偷渡路線 大家心裡想的就是 你在這裡 我還要蹲在這裡 不然我去香港比較有機會 對 沒錯 他說說香港 聽說香港人每天 大家都在上茶樓吃海鮮 我們天天都是吃番薯根 所以我受不了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有這個 深圳特區這個行程 你知道當時的習近平 習仲勳 他們是怎麼拜託 香港的人來這邊投資嗎 當時根本沒有人去投資 可是你知道嗎 根據這個香港美心集團的長女 吳小姐她回憶說 當年習仲勳還特別到香港去 拜託這些香港的商人 你到大陸來投資 所以當時的大陸是 要求香港的 等於是說 要求香港的商人 能夠到我們深圳來投資 所以深圳當時會開出 發展的第一步 其實是複製香港 成功的模式過來的 這是第一步 對 沒錯 但是沒想到時事今日為止 現在已經完全不一樣 現在香港人反而擔心的是說 香港的原始的味道 慢慢的不見跟消失了 怎麼說呢 我們給大家看第一個 第一個現象就是消失的香港老店 第二個狀況是什麼 現在在中國掛牌的香港公司 在香港掛牌的中國公司 越來越多 就像你知道嗎 2014年這個護港通開始開通之後 很多大陸的公司 陸陸續續到香港去掛牌 現在無論我們用港股的 成分股來說的話 40%以上 都是中國企業到那個地方 你可以看得出來 像中國移動 中國聯通 或是說比亞迪 或是騰訊等等 這些全部都是到香港去掛牌 也就是說什麼 中國企業不斷地去香港掛牌的時候 把錢從香港幫到中國大陸去 這是第二個項目 就是說現在的港股 已經沒有過去的港股的特色 已經變成是中國股市的一環 面面向下都看到了 先混血再換血 對 沒錯 事實上第三個是什麼 內地的富豪大舉的進入大換血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過去十幾年來的這個時光 就像你知道嗎 香港人大概有100萬的中國人 移到香港來 也就是說現在在香港居住的香港人 慢慢的不是香港人 可能說是來自於內地 或是來自其他地方 中國居民慢慢的居住 尤其是內地的富豪 大舉的進入到中國 大舉的進入到香港 就像你知道嗎 過去十幾年來 大概中國大概有億萬富豪 我們所謂億萬富豪是說 他的資產在1億人民幣以上的富豪 大概有1.2萬人 他都到香港去住 那你知道這些有錢人到香港去的話 就像你會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他們應該要買房子 1.2萬人進去的話 他們就無形之中 就把這個香港的房地產 房價給墊高了 往上墊高 往上墊高之後 現在香港的租金是非常非常的貴 就像你知道嗎 我有個朋友 他住在這個香港的旺角 那你知道租來旺角以後 他們家一家五口 他們才住一個18坪的房子 住18坪的房子的話 就像你知道他薪水其實滿高 如果我們換算成台幣的話 他薪水大概是4萬港幣 4萬港幣你換算成台幣 是16 7萬的水準 可是他跟我說 司聰 我跟你講 我在香港我根本買不起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家在旺角附近的這個地坪 一坪的話就要100多萬 100多萬的話 你看我一年的薪水 我根本除了養家活口之外 我吃東西的話 在香港的話 一個月就要花掉1萬多港幣 我根本就沒辦法存錢去買房子 天啊 連月薪20萬的人都買不起房 那更不要講 其他更中下階層的香港人 讓我們看盡民眾的日常生活 對 香港的貧富差距 真的是很懸殊 窮人是真的日子過得很可憐 像香港最近有一個狀況是這樣的 就是說有一個豬婆婆 那這豬婆婆其實怎麼樣 因為長期生病 胃病 皮膚病 什麼都有 那他住在公屋裡面 其實已經很窮了對不對 那很窮 他又沒有其他獲利的方式 知道怎麼樣 賺錢方式不知道 他只好去撿人家不要的紙箱 然後去賣紙箱 一個紙箱一塊錢這樣子 來幫自己勉強的維持生活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婆婆 最近遇到什麼狀況 這個婆婆竟然遇到什麼 她正在賣給一個外傭 一塊錢的紙箱的時候 突然有政府人跳出來 跳出來幹嘛 跳出來要抓她 檢舉她 為什麼要抓她 檢舉她呢 因為這個香港實還署的人 就控告說 你這個婆婆你沒有牌照 你沒有牌照 你還賣東西 你違法 那麼這樣的一個事情 下去之後怎麼樣 你知道她基本上 婆婆身上只有三十幾塊港幣而已 三十幾塊港幣 只留四塊給她當交通費 另外三十塊都給你扣走了 扣走了之後要罰她錢 罰她好幾萬 那你想想看 她本來已經沒有錢了 哪來繳了好幾萬港幣的罰金 這個事情一鬧出來之後 在香港的輿論 造成很大的喧嘩 為什麼很大的喧嘩 大家就說你政府有必要這樣欺負一個窮人嗎 他也不過就是賣一個幾個紙箱而已 他有做什麼傷天害你的事情嗎 他沒有 他沒有 你還可以小提大作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